被承擔任何重要職務 为了中华民国 不惜反正对抗 台湾韩反热血沸腾 红抄展现让人几乎认为 蓝营初选提前结束 但台北市民进党议员梁文杰 反倒期待韩国瑜出现 来个双杀 如果韩国瑜选上总统 高雄市绝对丢掉的 当然如果没有选上总统 我想韩市长下一次在高雄市 也不可能连任 很多民进党的人来讲 也蛮乐见的 梁文杰呛双杀超狂 马上引来回击 那高雄要拿回来 是不是韩国瑜要当选 不然韩国瑜他不需要离开高雄啊 怎么双杀 不是韩国瑜出来他们最高兴 他是希望乐见 继续看到国民党的内耗 最好打到内残 郭涵内斗 那民进党就要与翁得利 民进党的口气太大了吧 你认为说总统甚至高雄市长 未来都一定是民进党夺走吗 若民进党还是没有想要反省 然后好好的想说 怎么样让台湾人民过好日子的话 我想到时候双杀的是 人民会用他的选票 让民进党双杀 双杀机会对民进党来说 是否摆眼前不知道 但韩国瑜逐渐杀出的 2020总统路 恐怕才是事实 记得张昭鹏李一璇 台北报导